云南丽江在2004年 因为顺利主演的一部叫《一米阳光》的爱情剧 而得到一个别名 叫《艳遇之都》 但是其实在很早以前 云南丽江也叫世界殉情之都 比如在上世纪40年代 有在丽江生活了8年的俄罗斯学者顾比德 在他写的《被遗忘的亡国》中这样写道 丽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的殉情之都 家家都可以数得出其家庭成员 有一两个因殉情而死去的 有英国学者杰克逊 在他的著作《纳西宗教》中写下 毫无疑问 殉情是纳西人生活中最严重的社会问题 这是导演张艺谋在丽江 以《御龙雪山》为背景的一部大型实景演出 其中就描述了当地的殉情 这一幕表现的是母亲在送别女儿 我们看他的这个情形就能看出问题来了 母亲送女儿去殉情 有难过 可是她并没有阻拦的意思 这在我们看来真是异于常理到诡异的程度了 而这背后的原因就是 殉情其实是纳西族人的一个风俗 它的背后不仅有古老的传说 而且还有一个古老的仪式 叫大季风 其中有一篇经文叫鲁班鲁饶 就浓墨重彩地描述了一个秘境 叫乌路游翠国 后来被译为御龙第三国 而那里就是纳西族殉情者所向往的理想世界 据说那里是一个纯粹的大自然乐园 一个美轮美奂的灵律净土 在那里相爱的人将永不分离 并且永远年轻 这经文就像一个魔咒啊 他每一次的吟唱都会引人殉情 他一度还成为被明令禁止的禁经 那么在我们今天看来 这个古老的风俗不仅迷信 而且有害啊 可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就有这么一个叫洛克的美国植物学家 他就被静文里所描述的 这个御龙第三国给迷住了 他真像是中了魔咒一样啊 他历尽了千辛万苦 耗时数年 就是要去寻找这个理想国 而由此在当时就又有一名英国作家 就根据洛克发表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的照片和文章 就写了一本小说 叫消失的地平线 并创造了一个著名的新名词 叫香格里拉 由此人间净土香格里拉传遍了全世界 有很多人都对他产生了执念 相传呢 那里藏着人类最后的避难所 拥有上古高科技 当时在世界范围内 就掀起了一场寻找香格里拉的热潮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香格里拉这个地名的出处 玉龙第三国 话说玉龙第三国就源于纳西族古老的东八经经文 这东八经经文的种类有很多啊 有的用于除税祭祀 有的是讲述一些美丽的传说故事 有的可以帮人判定祸福吉凶 还有的就是专门用来操渡亡灵的 这东八经的经文多半是象形的图画文字 看起来相当有趣啊 但同时东八文也是世界上目前少数 仍在使用的象形文字 所以被学术界誉为是活着的象形文字 而描述玉龙第三国的经文就来自于大季风 它是属于操渡亡魂一类的经文 就是用来祭祀各种鬼魂的 因为东八教认为世间万物都是有灵性的 人和自然是兄弟 所以这季风就分为两类 一类是寄自然之风 一类是寄社会之风 比如有云鬼和风鬼就属于自然界的自然之风 而吊死鬼和情死鬼是来自于人类社会的 就属于社会之风 这纳西族认为啊 非正常死亡的亡灵 常常会跟自然之鬼同流合污 留在人间作祟 他们尤其会对死者的家属不利啊 所以死者家属必须请东八 东八也就是祭司啊 就请他们来举行寄风仪式 来祭祀死者的亡灵来安魂 而且为了不让亡灵离路啊 那最后还要由东八送亡灵们 到达他们该去的居住地 而亡灵的居住地也是分为两处啊 一处就是玉龙第三国 而另一处就是神圣的祖先之地 所以玉龙第三国并不是最佳的去处啊 它主要是殉亲亡灵们的居住地 而只有正常自然死亡的灵魂 才有资格去往祖先之地 那么东八送亡魂还专门有着 十分详细的送魂路线呢 而这条送魂路线就跟民间传说 和东八经所记载的 纳西族祖先迁徙的路线大体一致 所以这古老的东八经文里面 还记录着自己祖先的迁徙史啊 而神秘的玉龙第三国就和迁徙相关 那说到这里 我们就先来了解一下纳西族的来历 话说纳西族是起源于远古时期的 滴腔族的一系部落 他们本来和汉族的祖先 共同生活在黄河流域 根据实际记载 早在三代 滴腔族就已经和中原王朝建立了联系 他们生活在甘肃、青海、四川一带 以农业为生 信仰和习俗都和汉族相似 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和朝代更迭 到了南北朝时期 滴腔族就已经基本消亡了 而这一系部族就一路南迁 最后大多数就留在了云南丽江 而玉龙第三国的出处 就源于大季风的一篇长篇经文 叫鲁班鲁饶 这鲁指的是青年男女 班和饶是迁徙和移动的意思 所以整句合起来 就是青年男女迁徙的故事 所以这经文就是讲述了一个 发生在远古时期的 关于走在迁徙路上的 青年男女们的悲情故事 那么由于这篇经文 所描述的内容太过于动人 就引得青年人心生向往 而纷纷殉情 所以在民国的时候 他是被明令禁止的进京 经文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话说在远古的时候 万物和人类都从一座名为 居拿士罗大神山上迁徙下来 但是青年男女们不愿意跟着父母一起走 他们想要离开族群 和自己相爱的人一起去殉情 父母们当然是不同意 他们就建起围栏和大门来阻挡孩子们 这些被困住的青年人们就在一棵具有神性的大树下 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 最后他们终于突破阻碍逃跑出来了 但是可并不是所有的青年男女都成功逃出来了 而这就引出了故事的男女主角 这两个名字都是奄逸呀 我们就称呼他们为男主和女主 他们是一对相爱的情侣 但是男主并没有逃跑出来 只有女主一个人和其他青年人成功地逃走了 这女主眼看着别人都成双成对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呀 因此她就萌生了寻死的念头 而正在这个时候就有被称为情死鬼王的 就来掩诱她 鬼王就先给她讲了人活着的各种仇苦 接着就又生动地描述了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 那么最后女主被情死鬼王所获 上吊而死 后来有一天男主来到山里 就看到了女主的鬼魂 女主就让他把自己的遗体焚烧 因为只有这样 自己的灵魂才可以到达情死鬼王居住的情死圣地 并且女主还跟她说了 说我有藏在世上的宝物 你必须要在指定的时间去把它拿走 可是男主并没有等到指定的时间去取宝 而是提早去了 因此女主的亡魂就缠绕在她的身旁 最后把男主的魂魄就给勾走了 那么男主的家人就请来东巴 举办了一场超度亡灵的季风仪式 这样男主才又恢复了正常 经文的最后就告诫当代的纳西主人 说一定要通过东巴举办仪式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死者安魂 生者平安 我说的只是大概内容 这整篇经文共分为八个部分 里面还有非常细腻的描写 那么就由于这篇经文所描述的内容太过于动人 就使得这原本是用来超度情死鬼魂的经书 反倒成为了青年男女结伴寻死的诱因了 结果去请死的人越多就越需要多次吟唱这部经典来超度亡魂 而越多次吟唱就会造成更多的人前往殉情 结果这就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那么在1939年的时候就有学者专门去寻找东巴来吟唱这段经文 但当时啊这段经文早就已经被政府明令禁止了 没人敢给他唱 最后他还是特意找了一个秘密的房间 这才请到了一位胆子大的东巴 偷偷摸摸的唱给他听了 他听了之后就说啊 这部美丽的神话悲剧着力刻画了男女主人公的真挚爱情 以及反抗精神 特别是女主角的形象刻画的细腻 令人同情下泪 作品语言生动优美而且抒情 一勇三叹 句句足迹 它是纳西族文学的又一座高碑 那为什么这种古老的殉情风俗会被如此完好的流传下来呢 而这就跟一段惨烈的历史 还有纳西族独特的婚俗有关了 话说在很古的时候啊 丽江的纳西族和卢姑胡的摩梭族一样 都是只知道母亲是谁 而不知道父亲是谁的母系社会 传统的纳西族恋爱是非常自由的 当纳西青年长到十四五岁的时候啊 家人就会委婉地敦促他们谈恋爱 还鼓励他们参加和异性有关的各种活动 甚至会让儿女们集体到山上放牧 以便寻找恋爱的机会 就这样啊 在家人的暗示下 年轻人就会以放牧的名义 来到高原草坪上 开始了一个相当长时间的扎营 来寻找恋爱对象 当两情相悦的青年男女热恋到一定程度之后啊 他们就会进入到一种木合沉黎的夫妻状态 而这就是当时纳西族人的婚俗啊 所以说当时纳西族男女的交往是有相当大的心爱自由的 而在那时候纳西族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多名爱人 他们就把这些爱人叫做阿夏 而令双方满意的爱情就是他们的道德 可是这样的婚俗一直到清朝雍正元年 也就是1723年就被彻底打破了 清政府当时对西南少数民族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 废除了当地自行管辖的吐司制度 直接委派支付统治管理丽江 同时对纳西族人极力灌输封建礼教 在丽江进行了全面的封俗改革 尤其是严令推行汉族婚俗 强化包办婚姻等等封建礼教 而这些和纳西族原有的文化和传统习俗 就都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那么冲破封建礼教和传统婚姻制度 发生在汉族的例子也有不小 他们就集中发生在清政府灭亡以后 民国五四运动时期 在1920年上海民国日报复刊《觉悟》 就开辟了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 由此就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 关于废婚与否的大论战 而这场昏昏烈烈的反抗包办婚姻大战 就比纳西族人晚了将近两百年 那么民国时期的人都不是很有方法和手段去反抗的 更何况是处在清朝初期的纳西族青年们 所以他们就只能采取更极端的手段 既然热恋中的情侣不能和新上人在一起 在婚姻上完全没有自主权 那么由此很多青年男女就产生了 生不同眠死同穴的想法 而古老的东巴经文中所描述的《玉龙第三国》 就刚好迎合了这个想法 那么由此震惊中外的殉情习俗 就被写在了纳西族的历史上 而殉情悲剧最为惨烈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丽江的纳西族》 也因此 丽江才被一些中外人视称为世界殉情之都 而关于丽江的殉情习俗 最早记载在汉文史书上的 是光绪年间的续云南通志 那写的是非常具体而深刻呀 说滚岩之俗多出自丽江腐蜀的移民 原因 未婚男女 也何有数 情龙娇妻 抗力无援 分媚难以 即斯蒙合葬 各心灌服 登悬崖之巅 近日唱愁 饱餐久矣 则雍容就死 携手结晶 铜滚岩下 致焚骨碎身 肝脑涂地 故所怨也 殉情者通常都会选择在雪山上的一个艰难险峻 寂静而且美丽的地方 记载在古老的东八经文中说的 玉龙第三国这一乐土的最早名字 叫乌露游翠国 意思是雪山上殉情者居住的地方 后来有一些民间诗人 在民间殉情调的收集整理中 就把它译成玉龙第三国 暗指玉龙雪山 那么玉龙第三国是在玉龙雪山上吗 就让我们带着这个疑问继续啊 话说玉龙第三国是一个殉情者 所向往的神圣空间啊 但是它可不是任何人在死后都可以去的 它是只有殉情者死后才能够去到的理想国 相传人们在那里可以自由的相爱 生命在那里永远年轻 不会衰老 而这玉龙雪山本来就是那些族人的神山 再加上因为改土归流政策而爆发的大量殉情悲剧 就使得玉龙雪山又增添上了一层高山情爱乐园 灵欲圣土的含义 所以在纳西族人的眼里 玉龙雪山也是一座堪称情山的神山 传说那里有一对爱神情侣 他们骑着红虎和白鹿 率领着白寿千秦 在风中弄悬 云里作歌 不停地呼唤着神世上悲苦难脱的友情人 所以玉龙雪山上有不少风景优美 并且发生过殉情的地方 这些地方就叫做殉情谷 直到今天呢 还有很多纳西族老人认为 玉龙第三国就在玉龙雪山的某一座山峰上 只是方位和地点都有着不同的说法 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啊 还发生过情侣去寻找这一乐土 在雪山上待了数年才回来的事 可是比他们还早的 是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有这么一个美国人 他也来到了云南 在他亲眼目睹了殉情悲剧 和季风仪式以后 他就开始深入研究东巴经文 并且执着地开始了 耗时数年的寻找玉龙第三国的探险 话说在1922年5月 美国农业部为了引进 可以治疗麻风病的古老树种 就派出了一名临时农业探险家 到东南亚考察 最后他就来到了云南 他就是十年三十八岁的洛克 其实啊 早在1840年 从鸦片战争开始 一直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整整持续了一百多年 西方世界就一直不断派出考察队 在中国西南考察 他们的考察主要就集中在地质学 植物学 动物学 气象学等等几个领域 那么为什么他们对中国的西南 这么痴迷呢 这就是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 和丰富奇异的资源 还有就是古老神秘的传说 话说西方对于东方 一直有着神秘主义的想象 从13世纪开始就有一代代基督教传教士 陆续前往东方 寻找他们想象中的乌托邦 我们在上一期提到过的 兴起于19世纪的神秘学就认为 在亚特兰第四沉没以后 一些幸存者就生活在一个叫做香巴拉的地方 据说香巴拉就位于青藏高原雪山深处的 一个隐秘的地方 它被双层雪山环抱 拥有雪山 冰川 峡谷 森林 草垫 湖泊 以及金矿等等自然资源 这个地区被描述为美丽的净土 而生活在那里的人 他们是亚利安人的祖先 在神志论者的观念中 香巴拉是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 没有饥饿和犯罪的 与世隔绝的神秘国度 那里生活着一群仍然拥有古老智慧的人类 而这种神秘主义观点 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消失的地平线》 这本书里作者创造的这个新名词 香格里拉 就有人猜想说 香格里拉其实就是香巴拉 是因为作者拼写错误 这才创造了这么一个新名词 而他在书里就描述了香格里拉 最高喇嘛的这么一个预言 而这个预言 它就和关于香巴拉的古老预言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预言说 随着唯物主义意识形态 在地球上的传播 人类将逐渐恶化 这个黑暗纪元 它像一口棺材一样 笼罩着整个世界 既没有逃脱之路 也没有避难之所 这场风暴将践踏 每一朵文明之花 人类所有的一切 都将变得浑浊不堪 而在这场浩劫中 与世无争的绝密乐土 香巴拉将会被保全下来 预言最后说 人类将会发生一场大战 而香巴拉将会是 人类最后的避难所 那么这是神秘主义的说法 那么结合实际情况去看的话 这青江高原 它是否真的具备一个避难所的条件呢 我们都知道啊 云南属于青江高原的南沿部分 它位于青江高原东部 丽江位于青江高原东南沿 具体位于横断山脉东部 那么要想知道青江高原 是否具备一个避难所的条件 我们就要先来了解一下 这片巨大的区域是怎么形成的 话说 现在跟我们连在一起的印度 在很久很久以前啊 它本来远在南半球 它本是属于被称为 刚瓦那的超级大陆的一部分 后来啊 大约在一亿两千万年前 印度板块就以每年大约五厘米的速度 开始缓慢的向北移动 到了大约在八千万年前 这个大陆就突然开始加速 直到大约五千万年前 印度大陆就终于一头扎进了欧亚板块的怀抱 这一撞啊 不仅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脉 而且这印度板块的前缘 就斜插在了欧亚板块之下 就形成了青藏高原巨厚的地壳 和高峻的地势 还有在它的东南部 还应挤出了中国最长 最宽和最典型的南北走向山系 横断山脉 这横断山脉 它被挤得就像皱纹一样啊 就形成了 有沙鲁里山 云岭 怒山 高黎贡山 四条山脉南北平行走向 还有怒江 蓝昌江 金沙江 三江并流的奇观啊 而这南北走向的大山大河 就刚好切断了东西方向的交通 那么话说在清朝末年啊 当时有一个擅长地理测量的江西贡生 名叫黄茂财 当时清政府就派他 从四川经云南 到印度去进行考察 当他走到了云南以后 就因为看到了 蓝昌江 陆江之间的山脉 南北平行 横山段路的奇景 于是 他就给这一带的山脉 取了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 叫横断山 那么横断山脉就由此得名 一直沿用至今啊 不得不说啊 这个名字 它实在是太贴切了 我们知道啊 在古代 中原文明一直不断的向西扩张 可是到了云南就无法长驱直入了 很大程度上 就是因为横断山脉的主导 也因此 众多少数民族的独特文化 才没有被汉族所同化 他们才得以在这大山大水 褶皱的保护下保留至今啊 有明代旅行家徐霞克 他就走过云南不少地方 可是在他的邮寄里 却很少有关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描写 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 佐证了 当时就是由于大山的主隔 使得交通不便 他才没有办法深入云南 而这横断山脉 不仅保护了一方文化 在人类更早以前 这里就成是动植物的避难所 我们知道 这横断山脉从诞生到现在 地球也经历了几次冰河期 当冰河期来临的时候 北方的沿寒由北向南侵袭 动植物在寒冷的逼迫下 就不得不向南迁徙 而在横断山脉这里 就有来自于印度洋的暖湿气流 它就沿着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进入 因此 这里就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生态条件 这里有丰沛的雨水 适宜的温度 这就为动植物提供了一个完美的避难所 那么等到冰河期过后 它们就又可以向外发展 迁徙 去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了 因此 才使得云南拥有大量的珍稀物种 甚至是史前生物 而云南也是人类重要的发祥地之一 有生活在距近约1400万年 到800万年之间的辣马古猿 它们被称为是正在进化中的人 还有距近170万年前的猿谋人 它也是在云南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早期猿人 它还是迄今为止 中国发现最早的直立人 所以有很多学者认为 中国古代史就始于原谋人 那么你觉得它们会不会是在避难所 躲过了冰河期之后 走出来的史前人类呢 我们再说回洛克的故事 话说到了19世纪末叶 就有六七个国家派出的90多人 到云南各地调查采集植物资源了 就有成千上万种奇花异草 被送到国外 这些人主要是传教士和植物学家 这些植物学家就像当年的淘金者一样 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紧盯着采集植物标本的地域 各自甚至都带着有占山为王的心理 而作为同一领域的竞争对手 它们也都提防着彼此的行踪 比如有英国皇家植物园派来的弗雷斯特 他在1904年到1932年间 曾经七次来到云南 逐机遍布颠川藏交界的各大雪山 他采集到大量珍稀的杜鹃花 这使得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成为了世界上研究杜鹃花植物的中心 和收藏杜鹃花最多的植物园 在1931年 弗雷斯特前往丽江 洛克还特意出去考察 就是为了要避开不跟他见面 所以洛克所处的植物界 用今天的话来说 不仅竞争激烈 而且还有点卷 可尽管洛克的植物收藏规模庞大 他丰厚的收入也主要来源于此 但是他并没有发表过任何 有关中国植物的著作 可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末 他竟然开始研究起了 纳西族古老的东巴经文和仪式 我们有句俗话 叫转行穷三年 这植物学家要转行民俗学家 他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根本就没有赞助商愿意资助他 所以他没有从纳西文化的研究上面 赚到过什么钱 可是在这件事上却让他几乎用尽了一生的积蓄 以至于到了晚年 他不得不靠着变卖以前在探险时的收集素材为生 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研究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他学习研究收集东巴经文 这方面的书他可没消写 他的著作就包括纳西族的历史 对纳西族宗教仪式的描述 和对东巴经书的翻译 而且他还编了一本内容丰富的绝世之作 纳西语对照英文的百科词典 所以虽然他不是研究东巴文化的第一人 但他一定是最爱东巴文化的第一人 话说1922年5月 洛克第一次来到丽江 他就住在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 起初他对纳西族是一点兴趣也没有 直到1923年7月的一天 他就被外面传来的一种怪声给吸引住了 他走过去就发现 有三个南雾 也就是东巴 他们身着宗教服饰 围着一个被称为花园的场所 就绕着他们在跳舞 其中一位手拿黄铜波 另一位就用他的剑周而复始地在敲锣 还有一个人在击鼓 所有这一切看起来是单调又愚昧 可是第二天就有噩耗传来 说有四对青年男女一夜之间突然失踪了 大家是彻夜寻找 找到的时候就发现 他们已经集体殉情了 那么为了祭典他们 纳西族人又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季风仪式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洛克是被彻底震惊了呀 当他知道殉情的青年们是为了去往御龙第三国的时候 这就更是对他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 他不明白呀 为什么这古老的经文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那么御龙第三国是真实存在的吗 于是他就请来了好几个东巴 请他们详细解释了 这些手抄本经文的内容和细节 最后他就问 御龙第三国是真实存在的吗 他在哪里呢 东巴就在地图上指给他看 说他就在纳西族人的祖先之地 话说 御龙第三国不仅是精神上的灵域圣徒 而且他还真实存在 他就在今天道成亚丁的贡嘎岭 他位于今天的四川省甘孜 藏族自治州 而贡嘎岭被誉为香格里拉之魂 这里还有三神山 也叫三库主雪山 这三座雪山分别以三位菩萨命名 仙乃日是观世音菩萨 央麦勇是文殊菩萨 夏诺多吉是金刚手菩萨 这三座雪山相距不远 各自拔地而起 呈三角鼎立 它们突出于方圆数百千米周围的山体 是横端山脉中少有的一世孤立 这三座雪山环绕之地 藏羽名叫贡嘎日松贡布 意思是中年鸡血不化的白色护法神山 而那里就曾经是纳西先民的祖先之地 几千年来在整个横端山区都存在着一种 由北向南为主导方向的迁徙浪潮 纳西先民们迁徙到贡嘎岭地区以后 就在那里繁衍生息 这里可农可牧 有雪山 湖泊 森林 更有野生动物 在这一方净土上 纳西先民的生活是相当安然的 但是经年累月之后 纳西族人又开始向南迁徙 最后就来到了海拔更低 自然条件更好的金沙江下游地区定居 但是他们还保留着祖先们最初找到的 得以常年修养生息之地的记忆 于是才在经文中记载下了 祖先之地和御龙第三国的传说 我们前面说过 古老的东八经文记载了详细的 宋亡灵路线 其实讲的就是这条迁徙路线 就是要把亡魂送回到那块 祖先曾经生活过的地方 而宋亡魂的终点站 就位于祖先之地的一座 名叫居拿士罗的神山上 居拿士罗这个山明是纳西语的音译 它其实就是今天的贡嘎雪山 贡嘎雪山是整个横断山脉最高的雪山 海拔7556米 它不仅被称为鼠山之王 而且还被称为是死亡雪山 因为在长期冰川的作用下 贡嘎山就发育成为了金字塔形状的大脚峰 它是垂直落差最大的一座雪山 所以攀登贡嘎雪山的难度远远高于珠穆朗玛 截止到2017年的不完全统计 曾有多个国家共32人登顶 其中20亿人在途中遇难 所以它的登顶死亡率高达65.5% 真是名副其实的死亡雪山 而那里不仅是纳西族人的祖先之地 还是古老的东巴经中所说的纳西亡魂的归处 我们前面提到的大西风里面 有古老的殉情经文叫鲁班鲁饶的 故事里讲到女主被情死鬼王诱惑而上吊自杀 而他自艺的那棵树就在居拿士罗神山上 鲁班鲁饶开篇的第一句就说 横古横古的时候 所有的人们都从居拿士罗山上迁徙下来 而东巴经文中对玉龙第三国和祖先之地的描述 几乎没有多大差别 所讲的都是木戈式的自然山野生活 总是有绿草阴阴 鲜花满地 流泉中中 完全是一副纳西先民狩猎游牧生活的真实图景 而对于玉龙第三国的描述 就多了比如相爱的人永远年轻之类的 更为浪漫的渲染而已 而在纳西族的传统观念中 只有正常死亡者在死后才能去到祖先之地 而非正常死亡的 要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祭鬼和超度遗失后 才有希望去往祖地 而未曾荤遇 没有后代就死了的青年人 是被拒于祖先之地的大门之外的 那么在这种神鬼分界的观念下 就产生了玉龙第三国 这个专属于殉清者灵魂的归属之地 所以玉龙第三国和祖先之地 根本就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个邻近空间 当洛克听到了东巴门的详细解释之后 他对于玉龙第三国的真实存在 其实早就已经相信了 因为首先他是一名植物学家 我们在前面说过 他已经在云南和西藏交界的这些地方 找到了太多史前珍惜的动植物了 那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说他赚很多钱 这可不是瞎说 都是有记录的 在美国国家地理杂志 档案里就有关于洛克在1921年的 关于他收入的第一份记录 上面写着 有人出价400美元 买洛克寻找大风子数这一篇文章 和他拍的40幅照片 400美元在1921年可算是相当丰厚啊 因为当时美国一名南宫人 平均每年的收入才是413美元 那么后来 洛克在丽江玉龙雪山脚下 安盈扎寨 我们今天去丽江 可以看到他的纪念馆 那就是他当时常住的房子啊 他当时请房东做佣人 还另外请了20个人 所以他这400美元的稿费 在当时的中国是怎么个购买力呢 我们可以拿鲁迅来做一个参照啊 话说1923年鲁迅在北京复城门内 买了一套四合院 花了800块大洋 在当时啊 800块大洋大约等于320美元 所以我们就大约能估算得出 洛克大概的收入了 对于他后面的行为 也就比较能够理解了 因为洛克他还是一名 比较另类的探险家呀 那么洛克很知道 青江高原是一片非凡的土地呀 可以找到各种珍稀物种自不必说 而且还有可能找到神秘的香巴拉 我们前面说过 早在19世纪因为神智学的兴起等等原因 就使得西方人相信 在青江高原雪山深处 有一个叫做香巴拉的秘境 那么洛克当时就认为 香巴拉和古老的东巴经所记载的 玉龙第三国还有祖先之地 其实根本就是同一个地方啊 那就是贡嘎岭 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国 并寄回他这段时间的资料和大季风仪式的完整录像 与此同时 他召集当地村民加入探险队 准备向神秘的玉龙第三国出发 而他的这支探险队呀 是一直被业内人士所诟病啊 他的探险甚至一度被形容是奢华的旅行啊 而对于1920年代在中国偏远地区捷道的土匪看来呀 这简直就像是要来剿匪的军队一样啊 这支军队是由26头骡子和17名成员组成的 此外还有190名赫枪实弹的士兵护送 那气派的就好像是王室出游啊 他们甚至还配有一面电西北某地方武装首领 为洛克特制的令旗呀 再看洛克他举止傲慢 穿戴很讲究 他甚至还带着一台有电池供电的留声机 还有一个折叠式橡皮浴缸 这段画面是洛克拍的送行李渡江的场面 他的行李是巨多呀 这洛克还曾经说啊 要想在这些荒蛮的地区生存 你得让人觉得你大有来头 当然他这样摆牌场也是有原因的啊 因为啊 在19世纪20年代的云贵山区 尤其是藏区 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各路地方势力 尤其是土匪横勤啊 所以他这样做也是自保的一种方法 就像他说的 这样才不至于轻易被土匪和地方官员看清 成为被随意掠夺的对象 那么想要到达那片神圣的净土 洛克就必须经过一个政教合一的 穆里王国 这个小国他就在今天的四川大凉山 穆里藏族自治县 他在森林之中 在地图上都很难被发现的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啊 当时据说这个封闭的国家 对于散自闯入者 那是绝不会留活口的呀 那么为了揭露这个神秘的穆里国 就必须先征得穆里王的同意 于是洛克就先来到了卢固湖 卢固湖在洛克的年代被称为永宁湖 这里是纳西族的另一只 摩梭人的聚集地啊 洛克就结识了永宁土司的总管阿云山 那么此后阿云山就成为了他通向 穆里国的金钥匙 也成为了他未来人生的挚友 洛克在1923年到1933年间 在卢固湖生活了相当长的时间呢 他曾经说阿云山待他亲如生父 到了后来1933年8月中旬 阿云山去世 洛克收到消息后 三人泪下 他说我失去了在中国最亲密的朋友 那么当时阿云山不仅盛情款待了他 而且还写了一封诚意满满的信 送给穆里国王 可是穆里王却以因为武装团伙太多 不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为借口 委婉地拒绝了 而正在此时 洛克又收到了美国农业部 和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来信 他们都肯定了洛克所发掘的是世间的珍宝 并说愿意为他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摄影设备 这真是好事成双啊 他同时得到这两大金主的支持 而且仿佛上天也在帮助他一样 不久老穆里国王病逝 他的弟弟继位 新继位的国王热情好客 很快在阿云山再一次的恳求下 新国王终于同意了 让洛克探险队介入穆里王国 1924年洛克第一次探访穆里 穆里国王不仅郑重地接待了洛克 并且还允许他拍摄穆里大寺 这张照片非常重要啊 因为后来穆里大寺被毁 新建的寺庙就是以洛克的这张照片为参考依据的 话说年轻的穆里国王在这一方具有绝对的权利啊 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对外界也是充满了好奇 他单纯的就像个孩子一样追问洛克关于外界的问题 他会问白人还在打仗吗 现在统治中国的是皇帝还是总统呀 你有没有带着望远镜啊等等之类的 听得出来呀 这国王是啥都不知道啊 在这里要说一下呀 关于香格里拉究竟在哪里一直都有争论 说是哪里的都有啊 但是根据小说消失的地平线 书中说到真正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叫做蓝月谷的地方 几乎可以肯定啊 这个地方就是以慕里为参考的 有很多证据啊 比如书中说当地是佛教 最高的领导人是喇嘛 这显然是政教合一的体系啊 还有慕里是藏语 翻译过来它的意思就是蓝色月亮山谷 这和书里蓝月谷的名字也完全对得上 还有慕里因为偏远隐蔽 所以中国古代和近代的战争都未曾殃及过这个地方 这里长久以来一直是过着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般的生活 以至于连慕里国王都不知道外界正在发生着哪些重要的变化 而慕里王国也是在中国版图上消亡最晚的一个国度 它只存在了2200多年 那么洛克和慕里王第一次相见是在1924年 从照片上慕里王的这个年纪来看啊 我猜啊他应该是慕里最末一代国王 那么洛克是这样描述他的 据说慕里吐斯始于满清 雍中皇帝1723年登基得到承咒 说他们打仗英勇 于是封给他们永远统治慕里的大权 慕里吐斯管辖9000平方英里的领土 比我们美国的马萨诸塞州面积稍小 但是只有22万顺服的臣民 那么慕里群山环抱一手难攻 显然和外界没有太多交往 但是在当地慕里王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呀 因为毕竟他是清政府清风的呀 可以说啊 如果没有慕里国王的帮助 洛克不可能成功的探访贡嘎岭 慕里王告诉洛克说 你要去的那个地区叫贡嘎日松贡布 根据藏族的宗教 那里的三座雪山是贡嘎岭周围山民的山神 如果哪个外乡人胆敢进入这个地区 那一定会被先抢后杀 当时贡嘎岭的匪手叫德拉石松鹏 因为慕里王允许他经过自己的地盘 去攻击四川境内的其他部落 所以他们的关系是很好的 慕里王很快就亲笔给贡嘎岭匪手写了一封信 信中措辞强硬啊 几乎是命令所有的土匪都不得打扰洛克探险队 话说洛克其实是个挺傲慢的人啊 当时熟悉他的圈内人对他的评价大多是 情绪不稳定 举止专制 他是出了名的难相处啊 可是为什么在中国他能得到这么多人的鼎力相助呢 其实主要是当地人比较淳朴 他们又互相感兴趣 还有就是洛克天生的语言天赋 他早在夏威夷还年轻的时候啊 他就已经掌握了六门外语 其中就包括中文啊 而且他还非常喜爱和钦佩中国的少数民族 当然尤其是纳西族啊 他认为少数民族是相对没有受到污染的民族 所以他的善意自然也得到了相当正向的回馈啊 那么在等待回信期间啊 慕里王还带着洛克去探访了自己的妹妹和妹夫 不久收到回信说同意洛克一行前来考察 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于是慕里王就派出了自己的妹夫和慕里大寺的大喇嘛 一起陪同洛克去考察 就这样 在1928年6月 洛克一行带着36匹骡子 还有21个水宠就浩浩荡荡的离开了墓里 他们经米泽嘎山到苏曲河 翻越道成海拔4985米的西沙山脉 就走进了亚丁境地贡嘎岭 他们在贡嘎岭境内待了十几天 当时洛克对境内的三座雪山都有详细的描述 他写道 面对着藏民们称为夏诺多吉的巨大山软 它像是一座被削去了尖顶的金字塔 仙乃日风像是一个巨大的宝座 好像是供活佛坐在上面沉思用的 举世无双的央麦勇雪峰 它是我见过的最美的雪山 而贡嘎山是喜马拉雅山脉以外的最高山脉之一 洛克也是第一个最近距离接近贡嘎山的西方人 因为当时洛克误测了贡嘎山的海拔是9210米 所以他就用他特有的浪漫夸张的语气宣布说 贡嘎山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 同年8月 洛克第二次进入贡嘎岭 又进行了为期十多天的考察 洛克收集到了当地许多不知名的珍稀的动植物标本 他不仅绘制了地图 而且还撰写了一篇长达65页的文章 名为贡嘎岭香巴拉 世外桃源圣地 他在文章里激动地写道 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能如此完美 这里真是美丽的香巴拉 紧接着他打算再一次探访贡嘎岭 于是他就又一次寻求穆里王的帮助 穆里王当然是欣然同意 而且还为他们做了全部的准备 结果他们在半路上就搜到了穆里王派人劝他返回的一封急信 原来就在他们第二次对雪山考察以后不久 就突然有一天下起了大量巨大的冰雹 打坏了地里的青柯 村民们是受灾严重啊 贡嘎岭的头领认为 一定是洛克一行惹怒了神山 这才降下灾祸 而这里还有另一种说法 说是因为洛克在穆里王那里偷听到了 贡嘎岭头领要借路穆里国去偷袭卢孤湖 我们前面说过呀 洛克和卢孤湖总管阿云山亲如父子啊 于是洛克就立刻写信告诉阿云山 这就使得贡嘎岭匪首偷袭失败呀 可是不知怎么的 洛克告密的事就被贡嘎岭头领给知道了 于是他就恨上了洛克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 当贡嘎岭头领听说洛克一行还要再来 他简直是气急败坏呀 这头领在圣怒之下还是给足了穆里国王面子啊 他就写急信告诉穆里王 说如果洛克一行胆敢再来 他宁可跟穆里王翻脸 也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就地正法 听得出来这头领是豁出去了打算拼命啊 而洛克也很知道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 因为就在几年前 他的一个英国探险家朋友 这位也是第一个完成从北京到拉萨探险的欧洲人 他的最后一次探险是从云南经四川进入西藏 结果他1923年在甘孜被杀 所以洛克尽管不情愿 但他也只能接受穆里王的劝告 原路返回 但这信好在是收到的及时啊 才避免了一场惨案呢 而这一次见到穆里王 他可能也知道这可能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 所以在洛克离开的时候啊 穆里王就送给了他很多礼物 除了佛经 佛像 地毯 金碗 还有一些金粉 而在未来的1947年 因为战争而日益恶化的通货膨胀中 正是这笔来自于穆里王的馈赠 帮助了洛克暂时摆脱了困境 可当时的洛克还在梦想着 在不久的将来 他将再一次探访贡嘎林 可他不知道的是 神秘的雪山秘境 从此永远的对他关上了大门 而这两次探访贡嘎林 就使得洛克成为了历史上 第一个到达亚丁境内探险的西方人 第一个在亚丁境内采集动植物标本 绘制地图 用彩色胶片和计时文章将贡嘎林记录下来 并且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因为他把这一切都发表在了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上 也证实他这一时期的文章激发了作家 詹姆斯·希尔顿的创作灵感 他在1933年完成了当时最畅销的著名小说 《消失的地平线》 并获得了英国著名的霍湘登文学奖 由此人间净土 湘格里拉传遍全世界 1930年 洛克结束了为国家地理杂志 撰写论文的工作 开始撰写纳西文化的专著 1936年2月 他还特意从昆明包来了一架飞机 绕着玉龙山魂飞了一炸 又深入虎跳峡谷 他把探险见闻和珍贵的照片 源源不断地寄回美国 在地理杂志上发表 而这也是他最后的高光时刻 这时的洛克已经52岁了 尽管他的探险约等于奢侈的旅行 他有装修精美的帐篷 有十多个人服侍着他 但他还是感到深深的孤独 日复一日的野外考察 让他备受各种病痛的折磨 他除了做植物学的考察记录 还每天坚持写旅行日记 还包括他所在地区的方位 海拔地貌特征 动植物现象 农业结构 文化习俗等等 非常详细的细节记录 甚至还有和土匪的不期而遇 和当地投人的会面经历 而这些难得的资讯 甚至一度还被军方拷贝 拿去作为情报 但是汉藏边地的时局越来越动荡 这也让洛克身心疲惫 病痛残身 伴随着各种颠沛和不适 洛克在1938年完成了 纳西宗教仪式的解释和翻译 还有西南古纳西王国两部述稿 1944年因为长期病痛 他决定离开中国 他在丽江的所有学术资料 都用船运走 可不幸的是 一枚日本鱼雷击中了装载洛克所有家当的军舰 他的心血全部成为了战争的牺牲品 消息传来洛克几乎崩溃了 后来他跟朋友说 他曾经非常认真的考虑过自杀 他说自己绝不可能凭着记忆重新写出失去的著作 他已经60岁了 不再适合去探险考察了 1946年年底 在为美国军方的地图部门工作两年以后 洛克终于又飞回了丽江 重新开启了他的纳西研究 1949年丽江解放 此时的他为研究纳西文化已经倾家荡产 晚年的他只能靠着朋友们接济生活 为了能使专注出版 他不得不先后变卖了他最后的财产 数千卷东巴经书 洛克在中国停留了27年 他一共收集了大约8千册东巴经书 这些经书后来就分别收藏在欧美的各大图书馆里 1949年7月 洛克离开中国回到夏威夷 他把全部的时间都用在研究纳西文化上 之后他先后又到了香港和中印边境 去寻找重返丽江的机会 可直到1951年 眼见着返回丽江已经绝无希望了 他才在语迹中二人离开 在他人生的尽头 他还在幻想着能回到丽江 他说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我会重返丽江完成我的工作 我宁愿死在那风景优美的山上 也不愿孤独地待在四面白壁的病房里 等待上帝的召唤 最后他把纳西文字典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想在他79岁生日时看到字典的出版发行 可是1962年12月5日 他因为心脏病发作在家中离世 他一生未婚 洛克其实并没有受到过高等教育 成为植物学家也属于是自学成才 他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生 父亲是一名波兰伯爵的管家 他童年生活并不幸福 他父亲又决心让他成为一名牧师 所以他在青少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流浪生活 后来在1905年移民到美国 最终在1907年他来到夏威夷弹香山 虽然洛克没有学历 但他靠自己的努力 后来成为了夏威夷植物学的权威 他最后也是在夏威夷去世 可是直到最后一刻 他思念的依然是神秘的纳西 他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这本书里这样写道 那么多美丽绝伦的自然景观 那么多不可思议的奇妙森林和鲜花 那些友好的部落 那些风雨拔涩的年月 和那些伴随我走过漫漫旅途 结下深厚友谊的纳西朋友 都将永远铭记在我一生最幸福的回忆中 看到这里真心感谢您的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